到今天为止 我全职做UP主差不多两年零三个月了 如果看出头稿的时间 那应该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回想一开始艰难起步的时候 那时我真的只是单纯看中了UP主这份职业 可以让我远离我不喜欢的办公室正职 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同时还能做自己想做的有意思的视频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这份职业算是稳住了 莱莱告诉我有不少还在念书的小朋友在问我 当UP主要如何起步这样的问题 我其实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不过今天的这期视频就是围绕UP主的生活的 我觉得可能多少会有一些帮助 以我为例吧 UP主的作息就是颠倒的 这个就是我的作息表 当然这也就是随便写写了 不用当真 实际上的作息是睡觉 只要醒着就会想频道的事情 这么看我可以算是 终于过上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生活 但我并不满意 我不快乐 因为我发现这个混乱的全职UP主作息 对人的影响太大了 就是你会发现你做不到不想 这件事 长此以往 整个人就会身心俱疲 而且据我所知 很多全职UP都是这样的 账号越大 情况越严重 时间长了 我就会开始怀疑 是不是回去上班比较好 这可不行啊 我得想想办法 于是我立刻就想到了两个人 他们正好一个是在UP主事业 早期的时候就转去上班的 一个是在UP主事业 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选择离开去上班的 我很好奇 跟我做了不一样选择的人 现在的生活过得如何 或许能够给我一些启发 第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蓝小七 她是我的本科室友 也是我的第一位合伙人 在我这个B站账号名字还叫独流七七 订阅粉丝数只有500位的时候 她也是UP主之一 不过随着莱莱的加入 以及蓝小七荣获他们公司年度优秀员工的殊荣之后 我们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我做UP主 她做上班族 那这个当初跟我走向不同方向的人 她满意自己的现状吗 于是趁着周末 我去她家里跟她聊了聊 我应该是怎么说呢 广告优化师 正常是招聘的话 或者是海外投放 类似于这种职位的名字 我会有自己的徒弟 以及管一些向美的人 但是一个小组长的职位吧 你这样理解就行 你的工作具体是什么 就是投广告 然后当然广告的创意 我们也会缠出一部分 大概是这样 你觉得你的工作快乐吗 挺好的呀 工作会给你快乐吗 对呀 我觉得我的朋友们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在职场已经不是什么 刚刚入行的 不适应的新人了 刚好是处在一个工作游刃有余 也暂时不用太担心 未来的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我看他们都是 work hard play hard 你感谢我最近在学习 星盘 占星 跟我学习 你可以来找我资学 你上班的时候是怎样的节奏呢 你正常上班的时间的话是 比如说我们是11 8 对但是我一般都会加班到 就是比正常时间晚一两个小时 那可以提前走吗 这也不是提前 就是按点走 当然可以 可以按点走 但是你活干不完 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我可能末班地也回来的话 就10点11点了差不多 最近有点沉迷自走期了 回来可能会自走两把啊 然后戳戳羊毛毡啊 这是我最近新发现的一个 我特别热爱的一个爱好 我也买了一个 羊毛毡 很早以前想还想做视频 这个羊毛毡我也买过 大概是宝可梦剑盾那个视频的时候 我买过新玉三家的羊毛毡 但是这个袋子至今没有打开过 那小周呢 你们两个人呀 他一般都是在那玩游戏 然后我就在旁边扎营 我在他家看到他们家羊排上 晾了很多衣服 但是他们家是有烘干机的 他跟我说 这是因为他们觉得一起晾衣服 也是增加两个人的互动 如果用烘干机就没有这种情调了 然后反正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 你懂就是干什么 只要在一起就算干的不是同一件事 时间也过得很快对吧 烘干机不要 可以送给我 OK 工作顺利 生活有趣 这种状态让我十分羡慕 然后我问了他 如果再选一次 你会当up主还是上班族 他是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 很难说 但我不后悔我现在选择 但是如果在推到之前的话 我不知道会怎么选择 对 毕竟还是比较有 热情在里面的 当时的热情是出于表达欲呢 还是什么 表达欲吧 可能是更多的是 现在你的表达欲的出口是什么呢 现在其实会很少 就是收起来了 现在我可能会管转到别的地方上 就可能是学习了 我会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 就我会不是很满意自己 因为就是我之前其实也一直会想 就是感觉自己生活过的太普通了 没有什么意义可能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想去找 找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对然后后面我就看了那本书 但我也不是专门去找人生意义在哪里 推荐那种社科类的书我就看了 对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啊 这个还是偏心理学的 对就积极心理学 然后我看了之后 它里面其实就是说 你如何能获得心流 心流就是你完全投入的一种状态 那个时候你是什么都不会想 完全享受你当下在做的事情的 其实我在工作里是有找到这种感觉的 但有的时候跳戳出来之后 我还是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然后他说人生的意义如何寻找 就是说如果你把人生整个当成 一次心流体验的话就会不一样 你在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是 完全投入的去享受你现在做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其实你整个人生就会变得有意义 可能有点鸡汤 但确实就如果你真的就是 投入到你每一件做的事情的话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是有点意思的 还是这种感觉吧 关于人生的意义 大概每个年轻人都有为此彻验难免过吧 可能跟蓝小溪提到的 人生是一次完整的 全神灌注的心流体验不太一样 我比较倾向于人生原本是没有意义的 意义也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对我来说每一次自主的选择 由我的自由意志决定去做的每一件事 就是在给这个人生赋予意义 这个选择有多自主 对我来说意义就有多大 那么观看视频的你们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 其实蓝小溪和我的看法都算是纯理论的讨论 不支持的紫妍老师 紫妍老师一开始是怎么走上up主的道路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19年吧 我在没做的时候 我就有做视频的一些外包的活 比如说梁峰忙会找我帮他帮一下忙 然后直到有一天梁峰来找我 说兄弟 想不想飞王腾的 想不想荣华富贵 就大概类似这样的意思吧 其实他当时是有点精神状态有点累了 然后他想找个人一起帮帮他 也跟他聊聊之类的 我当时是处于那种我加薪无望 过得挺惨 然后就一拍即合 最多粉丝数是多少 60多吧 一共花了多久 差不多就半年 就半年时间 太羡慕了 这个我真的太羡慕了 其实我蛮早就知道紫妍老师了 因为我们曾经出现在同一家公司的年会上 但是就在我还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竟然就已经见证了紫妍老师的账号 从出道到登顶到停更的全过程 我记得我看到他那条宣布退役的动态的时候 进了个大袋 What 有很多因素 有诸多因素 其中有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 是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应 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毛病 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咨询过你 现在还在吃药 我已经不吃 我还可以 我会想办法逐渐逐渐 比方说放慢我做视频的步调 然后放慢我做视频的内容的量 来调整这件事情 发现好像不根治 它不根治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作息变成了 我一起来 我第一件事情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看我的私信 我的所有的私信 每一条 我即使60万的时候 我的每一条私信是我自己看的 这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约束吧 其实也没有多厉害 就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约束 但这事真的压力很大 私信里面有很多的鼓励根 有很多的询问 有很多的甚至说是很有意义的建议 但是更多更多的私信 基于大环境来说 更多更多的私信 像是辱骂呀 公鸡呀 这些东西很多 而且再加上我做的有一部分视频 是比较尖锐的 对 就是很多人 其实两拨人都来嘛 我印象很深 我做过一个米哈游和任天堂相关的视频 这个太用了 先是开始有人 两边人都怂恿我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先持中立观望态度 我持客观态度 而且从我作为一个前从业者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说 论坛上面抨击的那么恶劣 这个事情更多的像是一个商业行为 结果搞了这么多恶劣的事情出来 我挺费解的 那个时候我视频做出来之后 开始骂我 正反两边都有来骂我 一条两条其实可以无视过去 多了之后 其实会陷入更深的思考 我其实不是生起于单个的某个人的辱骂 或者攻击怎么样 我其实更多的思考是 我希望建造一个 大家都能客观地对待游戏这个产业的一个世界 但是我在视频这个领域 我能做出的这个贡献 我螺丝丁能转动的部分 好像并不多 其实我觉得我做得很努力的 想象并不多 紫燕告诉我 她之所以叫不支持 就是因为她其实很看重别人对她的看法 她希望自己可以变得不支持一点 不支持的紫燕 其实很支持 我在跟她的对话过程中 很明显就能感觉到 她非常在意自己会不会不小心冒犯到别人 回想到一些事的时候 我眼里也一直闪烁着泪光 可能就是因为各种声音在心底互相拉扯 拉锯之中 来自自己的声音就清晰了起来 她发现自己最爱的还是游戏本身 有一家友商 叫处乐 我在TapTap做Nation的时候 有一天我看到了处了一篇文章 我到现在都记得 讲的是香港的一个保安 她的工作就很枯燥 跟我的当时的工作很像 很枯燥 然后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她在死之城 要打通所有的SFC游戏 她在自己的Blog上面记录 每一款游戏都通关的历程 每一款都通关的心得 但是看到的时候觉得 还好有意义 哪怕说在别人眼中一事无成 有这么一个事情来说 我会更接近这个领域一点 更接近这个领域 它商业以外的 那个更里边一层的 有点信仰那一层的东西 我觉得游戏是有神性的 然后因为那个事情 我后来有机会去做策划 然后直到有一天 我又想起了那个动机 我做策划的那个动机 我就去找处乐了 我那时候非常非常诚恳的 甚至有一点点低声下气的 我问他们说 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内容合作呀 无偿的 不需要花任何一分钱的 我帮你们捣量 几番严肃的商业之后 出了给出了一个比较 诚恳的答复 他们说是 觉得你的这个账号的性质 调性 跟我们出了不太相符 我们还是一家 比较侧重于游戏本身的 这么一个传统的游戏媒体 我那一刻有很多很多感情 那一刻 那晚上我没睡觉 我审视我自己 我审视我自己之前做的东西 至少在那一刻 在触乐的那一晚上 我觉得我并不是以搞笑为目的去做视频 搞笑或者通过搞笑的方式去包装游戏 那是一种途径 那是一种方法 但是我喜欢的是游戏 对 你后来又是怎么回到心动呢 投简历的时候屡屡碰壁 几次碰壁之后 然后我当然会考虑我的老东家心动 因为心动自古以来 有权中国最好的人文关怀和平凡的反聘传统 其外的话有一两家的上海的公司啊 这个HR啊 提过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请问嗶哩嗶哩是什么 打广告 Flash Party 是我们目前正在研发的一款平台格斗类游戏 明年年初 最快今年年末 一定上 做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十分 你的状态能有几分 现在能有几分 做视频的时候可能 五点九分到六点一分之间浮动 现在可能就是 七分到九分之间浮动吧 可能心情不好也就七分 做的东西确实被人玩到了 而且他们也愿意玩 我还蛮开心的 那挺好的 这样的话其实整个氛围 就是大家都在讨论游戏 是的 这个是你想要的 对的 对的 之前有说到过作息的事情 这个我自己也想请教 坦白说 我直到现在都没有演变过来 只要是同行一定会有这种经历 一切的混乱来源于 某一个晚上的睡不着 我想到一个超棒的点子 或者说我今天被骂了 想到一半发现 我是不是少了一款 打开电脑开始搜 搜完之后再想 这一晚上就没睡着 到七点钟的时候 可能天已经蒙蒙亮了 自己还在想 一下就到了 然后之后的生活的 可能分割就会变成说 饿了就吃饭 渴了就喝水 偶尔上个厕所 定期的洗个澡 大部分时候都在做视频 做视频真的是有 很久没人的事情 比工作要累很多 刚做策发的时候 想尽办法调整 没有彻底调整过来 勉强调整到了 差不多中午吧 我作息真的很难调 我深有感触 最近我的体检结果也出来了 各种不好 调整作息是刻不容缓了 跟大家共勉 子言是通过控制 家和公司的距离 来调整节律的 这个方法还不错 虽然他皮肤非常幽黑 但一眼看过去就是那种 容光焕发 神采奕奕的感觉 最后我也问了他 那个问题 如果回到一年半以前 你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再选一次 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 我做游戏 再选一次 我可能还会试试去做视频 因为做视频 有有趣的部分 但是做视频 不是一个长久的 让我能感到 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工作 但做游戏是 我看到他状态那么好 挺开心的 也希望那个被他 写在简介里的游戏 能够尽快跟大家见面 跟蓝小七和子言的对话 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他们正好是分别处在 UP主这个职业的起点 和稳定下来的 两个不同阶段转业的 他俩一个让我看到了 掌控生活 制造一些小确幸 可以对人有这么正面的影响 一个让我看到 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面前 金钱回报 也是值得去放弃的 前提当然就是 要真正热爱 所以如果问我自己 同样的问题 如果再选一次 还会做UP主吗 我的答案也是会的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确实喜欢做视频 其实这个视角 倒过来也是一样的 那些想要摆脱 现有生活状态的人 很多第一反应 就是想做自媒体 觉得轻松 有钱赚 我作为一个过来人 当一回时称老姐吧 大UP主最明显的好处 就是近身通道 非常显眼 就是粉丝数 你的收入跟粉丝数 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差别就是 每个UP的邪率 会不太一样 另外你还会 额外获得一点名声 但它的风险很大 工作量也很大 会完全占用你全部的身心 作息不可控 起步还非常难 可能你一下就火了 可能深耕十年也火不了 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 是非常正常的 还有种情况 就是你一开始 就是被MCN机构 招进去做出镜工作的 那我刚刚说的那些好处 你就都没有了 你的收入会是固定工资 每天听从老板的安排 打卡上下班 如何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不是真的喜欢 不是真的有决心 就不是很建议 贸然敢自媒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